Hello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职业杀手 杰森为了拯救心爱的女人 不得不完成一系列暗杀任务的影片 《机械师2》复活 男子杰森一个人在巴西过着悠闲的小日子 住的是豪华游艇,吃的是人间美味 他一如往常来到这间餐厅吃饭 然而,今天却不同寻常 因为已经有人找上门了 刚坐下没多久,一个女子珍妮就坐到他对面 珍妮倒是很直接 开门见山就要求杰森帮他办事 杰森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想蒙混过关 珍妮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 手机上播放着杰森在上次爆炸中死里逃生的画面 以公开视频要挟杰森 要求杰森暗杀三个大人物,并伪装成意外事故 杰森也不是傻子,哪会轻易就范 掏出手机对着珍妮拍了一张照片 随即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先是用桌子击晕了珍妮 几个打手围过来时,杰森惊艳老道 从容不迫,把他们一个个都打趴下了 随后就从餐厅跳了下去 珍妮一看,他跳到缆车上 赶忙跑下去寻找 但是缆车里并没有人 缆车开始向下运行 不成想杰森就在缆车顶上站着呢 珍妮发现后就开枪射击 随即自己也想爬上去 这时杰森看到了一个滑翔伞飘过 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这才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珍妮他们晚上来到杰森的游艇找人 被躲在暗处的杰森看到 杰森直接炸毁了游艇 收拾了行李就来到了泰国的一个小岛上 一天半晚 杰森听到海面上一艘游艇里 传来一个女孩的惨叫声 看不过去的他开着快艇上船杀死了船主 随后便点火烧毁了游艇 女孩获救后被杰森带了回去 杰森早就预料到女孩心怀不归 果然在杰森的逼迫下说出了实情 原来女孩叫凯特 也是一名军人 退役后在一个小村庄里支教 帮助贫困的小孩接受教育 黑帮老大杰克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性命 要挟凯特接近杰森 凯特也是被逼无奈 杰森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还和凯特好上了 没过几天甜蜜的日子 凯特和杰森就被抓走了 杰森为了救凯特 答应了杰克的要求帮他杀人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一个非洲军火商 也是一个军阀 非常残暴 现在被关在一座四面是海的监狱里 那里戒备森严 从来没有人能够逃出来 更别提溜进去杀人了 杰森在黑市上购买了需要的装备后 自己开始制作炸药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伪装成杀人犯 在街头闹市 被警察逮捕 随后就被送到了这所监狱 杰森在一次监狱谋杀行动中 救下了那个军火商 成功赢得了军火商的信任 在随后的一次单独聊天时 杰森趁其不备杀掉了军火商 还伪造了现场 随后把监控的墙 炸了一个洞 跳海跑跑了 第二个人是一个矿业大亨 靠贩卖人贩子发家 住在一栋大厦的顶层 所有房间都是经过加固的 再加上先进的生物识别系统 想要溜进去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有一个漏洞 就是天台上有一个大型游泳池 游泳池还超出楼梯 二三米呢 看来只能从游泳池下面动手了 杰森先是弄到了一把 没人居住的房间钥匙 随后通过化学方式 调试出了具有很强爆发力的试剂 偷偷放入到游泳池的下方 钻好孔把试剂放在里面 等到那个人跳进泳池时 杰森爆掉了试剂 瞬间游泳池的玻璃就碎了 男子也掉了下来 又成功伪造了杀人现场 杰森要求和凯特视频通话 凯特故意将摄像头对准船舱的玻璃 使杰森找到了囚禁凯凯特的轮船 但是杰克也不是吃素的 他知道杰森会找上门来 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人手 最终杰森还是没能救走凯特 没有办法 只有继续去暗杀第三个人了 这个人也是一个美国的军火商 很是有钱的 自己住的地方也是一个坚固的城堡 不但有自己的游艇 还有导弹是相当的厉害 但是说到底 只要是杰森想去的地方 基本上就没有去不了的 杰森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溜进了军火商的安全屋 在和军火商达成默契后 想以军火商的假死来骗过杰克 但是杰克也是一个多疑的人 派了众多手下去寻找那个军火商的尸体 顺便也解决了杰森 谁知杰森早已布置好了陷阱 派去的人全部都死在了那里 杰森看到事情败漏后就想逃跑 杰森赶到了邮轮上 和他的手下展开了厮杀 最后杰森启动了邮轮上的定时炸弹 向自己乘坐直升机离开 不料被杰森抓住 直接用铁链将他绑了起来 杰森先是把凯特装进了救生舱 自己则藏在了茅箱的底部 最后杰森自己炸死了 凯特获救 杰森则一直不见踪影 数月以后 杰森出现在了凯特之教的地方 两人相视一笑 故事结束 影片中杰森的动作 可谓是简单粗暴 酣畅淋漓 还有杰克希的妩媚 都是值得一看的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去招地 咱们下期再见